2024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日前在普里复兴温泉区登场 在副县长王瑞德副议长潘一泉带领县议员吴国昌、林芳于、黄世芳、陈怡君、淑玉成以及王秋淑等多位议员的参与下进行开幕的仪式 去年开始人从县政府把我们巧克力咖啡节从南投移到我们普里镇来 带动普里镇整个观光的人潮涌入 甚至是空前绝后的预估可以带来让我们普里镇的观光 还有这个农特产品增加许多的一个效益出来 因为这是我们南投的大事 也是我们保里的大事 在去年有創作几十万人来这里观光 来这里来摄影 希望今年饭料会更加少 县议员陈君表示 南投巧卡节的巧克力品质不输国外 也欢迎民众在6月16日之前都能够来到普里参加巧卡节的活动 我曾经带比利时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巧卡节 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很难想象在地的这个咖啡跟巧克力居然可以做的 不输给比利时的巧克力 我希望呢大家能够趁着这段时间呢 特别安排假期来到我们的福星温泉区 时间是6月8号到16号 欢迎大家 先元林芳宇表示 除了巧克力以及咖啡 现场也有许多在地农特产品值得大家来品尝 并且还规划儿童游戏区以及拍照打卡的景点 欢迎大家来游玩 现场除了巧克力咖啡之外 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 还有大人小孩可以一起共同游戏的游戏区 还有泡脚区 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假日带小朋友一起全家同乐 是相当棒相当好的一个地方跟环境 先元王秋树表示 鱼子香有三宝加一咖 也有美丽的日月滩 欢迎民众来到巧克力游玩之后 也可以来到鱼子香游玩 副医长排泉表示 巧克力举办到今年是第二年 去年的巧克力也为地方带来很好的观光效益 期许今年的巧克力活动 能够延续并且超越去年的成果 并邀请全国的民众在6月16日之前 都可以来到埔里参加巧克力的活动 记者春卫一 埔里珍采访报道